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咱们得说一下天津 天津快封不住了 这封不住指的可不是人 而是这个奥米克戎 人家寂寞了 人家要跳墙 要跳出去 所以现在奥米克戎在中国 已经不再是一个病毒 一个疫情 不是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带有了浓厚的政治化 奥米克戎现在中国的行动轨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实际上带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而这个政治色彩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未来 所以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玄乎 那我容我给您稍后一一详解 那您听完之后 如果认同我的观点 千万别忘了订阅评论 准备发点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怎么回事呢 根据这个目前的新闻来看的话 天津的这个李洪忠忠忠 这个李忠忠 人家是非常的努力 人家当时创造了什么 忠诚不绝对就绝对不忠诚这种名言 所以他非常清楚 天津出事以后 对他自己的乌纱 对他自己的前途 对他整个利益集团 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他这一套组合权 其实打的是很积极的 除了在天津地方上 有一些民众聚集在一起 挤着做核酸 造成人员重复感染之外 其他的做的面上还挺漂亮 至少从上级一看 这个李忠忠很注重 我们京城的安危 很注重我们国家领导班子的安危 做的防控相当给力 但是中国人都知道 不要看广告 你要看疗效 那么眼下中国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奥米克戎 你一天做这么大阵仗 你封住了没有 没封住 他没有封住 目前你看 目前来看 奥米克戎已经最早扩散到哪了 扩散到河南的安阳 导致了500万人口的安阳市 周一全面封锁 而现在这个病例 又突破到了东北大连 根据中国官方通报说 从天津返回大连的两名大学生 12日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 两名大学生8日离开天津时 检测结果为阴性 10日检测结果仍为阴性 12日检测结果为阳性 所以大连现在也为了 所以从目前结果来看的话 不管是大连还是河南 离天津都比较远 而跟天津只有直尺之隔的北京 而且又是在发现封城之前 人员交流非常非常密集的北京 你说他没有 怎么可能 所以北京现在事实上来说 你不是忠诚不忠诚的问题 而是能力够不够的问题 臣妾做不到 这个病毒必然已经进京 而且就在此时此刻 也必然就在北京按戳戳的 进行着传播 那有过程会儿可能说了 说这个传播怎么带有政治性的 你别急 听我想起给你分析 中国的防疫政策 跟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整个世界走的是这种群体免疫的路线 现在各国虽然病例都很高 但是你发现各国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至少我自己亲身经历是如此 英国的朋友欧洲的朋友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那边的情况 好不好 那我们说中国是什么 追求清零 一个都不能有 我20公里之内不能有穷人 那这种玩法可不可以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能完全掌控住它的传播途径 那么现在中国出现这种问题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国一个绝对性的这种决策性失误 就是常识的缺乏 这次的这个新冠 它的最可怕的点在于它的潜伏期 潜伏期可以传播 那潜伏期你检测 就跟刚刚那个大连的两大学生一样 检测离开的时候 你不是清零吗 你不是烟光死守吗 OK我们离开的时候是阴性 到了以后还是阴性 过两天突然阳了 你怎么办 这就是潜伏期 对 所以这个病毒最可怕的点 就是它在潜伏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传无数的人 你发现这个传染链 传播链是吧 从这儿到这儿 你以为它久待单传吗 小时候看多了吧 脑子有坑吧 对不对 中国的官员现在闹不清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发现的地方有疑力 你放心 这疑力在你发现之前 它至少传出1000倍以上的人去 就是这么可怕 所以这种病毒 你说你搞一个说 严防死守 你搞一个清零 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这种清零制度 带有浓厚的文革期间的这种 人定胜天的这种色彩 就跟那会儿三峡大坝是一样 三峡大坝 人定胜天 我们一定要众志成城 改变什么 什么什么 怎么出来的 什么什么 什么齐心协力 赶叫日月换新天 是吧 吹的跟什么似的 你画一个我看看 对不对 中国文革是这种拍脑的这种极建工程 其实给中国整个长江中下游 南方水系的朋友 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就从08年开始 中国你说有几年太平的 更别提最近两年了 对吧 河南 这个湘江那边 反正整个这一串吧 南方 这边淹了那边淹 这边震了那边震 这个跟三峡大坝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 三峡大坝的建立 整个水文体系的改变 整个循环的改变 气候的改变 导致了中国的气象异常 导致中国的水文异常 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 在于一个拍脑袋 在于一个缺乏常识 在于一个讲究人定胜天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们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再往后想 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那现在这个病毒眼下 河南有了 大连有了 很快中国各地 可能陆陆续续都要有 可能最后北京市政府 也实在扛不住 也确定要有 那么好 这个脸丢谁的 是丢这个防疫办公室的 还是丢这个整个中国制定了 这种清零政策的负责人的 到底丢谁的脸 那么毫无疑问是后者 对吗 前面是执行机关 后面也是总决策机关 没有错 所以现在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这个 所以现在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这个奥米克荣 特别有政治性的 因为现在这个2022年 年初这个时间点 实在是太敏感了 首先第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马上要来的冬奥会 那么眼下这个冬奥会 非常的尴尬 你说你是好好办呢 还是不办 好好办 你再怎么什么 什么闭环运行 怎么怎么样 你再怎么闭环 也难免出现突破病率 你中国这种很多 需要这种需求 服务 交流 比赛 你必然会有影响 对不对 各国运动员之间 也必然会有影响 那么如果出事这些之后 怎么办 你一个闭环 就能解决了吗 你解决不了 你无法跟国际上交代 同时 你也无法跟你 北京的市民交代 所以冬奥会你要不要办 北京市政务现在压着 我估计压着这些控制 没有说 没有什么什么隔离 没有什么什么封城 很有可能跟冬奥会 是直接分不开关系的 那么你压到什么时候 是个头 等公布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非常的恐怖 这些天北京的什么 5号线 10号线 2号线 1号线 13号线 等等 在不停的运转 这里边又有多少人 实际上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你说的清楚吗 你分的清楚吗 分不清楚 所以这次奥米克荣出现 就好像是掐着点一样 掐着点从天津到北京 去找麻烦来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是找麻烦来了 而且再一个 就刚刚咱们说的 中国疫情的制度 本身这种清零 而奥米克荣专门是突破的 专门是高强的传播性 那么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最后 归咎找谁的麻烦 找中国清零政策麻烦 而中国清零政策的总负责人 你最后还得找到 中国的一尊头上 所以这个事情 我总觉得 带有一些政治的味道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 在为中国的连任 二十大在做铺垫 所以这个事情出现的太巧 也出现的地点 也太敏感 也许是我多想了 但是我总觉得 在巧合的背后 你都把它揭开之后 背后往往是必然 偶然的背后 一定是必然 所以目前来看 天津这个绝对忠诚的李中堂 他一定是已经尽力了 但是你看目前封不住 再次论证了 中国的清零政策 造成了这么多人间悲剧的清零政策 似乎是真的不好使 那怎么办 那么如何调整 如何协调 整个中国完全 实际上 现在目前来看 是没有第二套预案的 你说疫苗吧 对吧 中国的疫苗不灵 对吗 你中国的疫苗接种率 按说跟其他国家是差不多的 甚至比其他国家还高 打了多少亿只 有用吗 能起到效果吗 没有效果 那好 那你现在别的国家 在群体免疫的路上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 你中国从全面封锁 再转 如果你要转的话 转入群体免疫 你怎么转 你拿什么来转 你拿什么底气来转 西方国家 咱不说他疫苗管不管用 这个是另外一个更宏大的 也更引战的话题 咱们今天不提 咱先不说疫苗管不管用 咱就说西方的医疗资源 你们去查一查 好吧 我说出来 有些人说我姓口思黄 你们自己去查一查 西方的医疗资源 在治疗上 在怎么怎么样 到底有多强 每个人人均 能分到多少医疗资源 你再查一查中国 虽然中国各种 牛逼医院也很多 你查一查中国老百姓 人均能享有的 医疗资源有多少 你查完你就会明白 中国如果现在开始 追这个群体免疫 它追不上 它必须 不是说有方舱的问题 而是你要大规模的投入 你在医疗方面的投资 培养医生 建医院 构建病房 还有各种器材 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解决的 只要以十年期 培养一个医生了多久 对吧 培养一个护士了多久 至少是五年起 培养一批合格的 你有中国有做的准备吗 完全没有 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况 很有可能会实现 我们之前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做那个预测 就是当整个世界逐渐恢复正常之后 那么中国可能会作为一个 我是说可能 可能会作为一个最后 或者无法开放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太尴尬 对吧 你一个举办了冬奥会 代表着什么自由 什么民主 开放 全过程民主 这样一个国家 你反而没有办法去重新融入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责任谁来负 所以你看 装装渐渐 它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带有很强的问责性 所以这次奥米克戎 让我觉得有点看不透的 而同时 我们再联想进一步 昨天我给大家播报 中端山他儿子的公司 下面的负责人被实控起来之后 那么中端山这个公司 发表言论 辟谣 说我们保留什么权力 我们要什么制裁 谣言等等 可问题是那是谣言吗 那不是谣言 那是人家公安局 当地公安局发的公告 所以这就证明什么问题呢 背后有两股势力在动 一方要把另一方打倒的原因 不是为了他对这个地方上 不是说有人对这个 河南的公安局有意见 也不是对中端山的公司有意见 而都想通过双方这个 往上捅 往上往上牵连 这是中国官场内斗 常用的手法 就是从底层 从你的小竹子开始攻击 攻击完了以后逐渐往上牵 只要我把你下面这个小竹子给扣死了 把他罪名定时了 我顺藤摸瓜 我一定会最少斩获你一名大员 甚至可以直接把你连根端 中国的政治斗争一向如此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应该明白 所以说2022年真的是一个不平常 也不平安的一年 这一年可能有许许多多大事将要发生 我们之前说过 美国一个大事就是中期选举 中国一个大事就是习近平连任 这两个事情看来都不顺利 拜登在这边麻烦一堆 根据我接到的最新消息来看的话 那就是说最高法 把拜登的强制疫苗令 直接给拍回去了 6比3的比分 这是应该是在几个小时以前 在我节节目录制之前 几个小时刚发生的事情 那么中国这边 眼下奥米克戎等等这些事情 装装渐渐也同样指向连任 所以绝对不太平 我会给大家继续跟踪 会给大家及时的播报 相关情况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总结就一句话 山雨欲来丰满楼 我们大家等着瞧吧 好了 那今天内容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 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